自从多年前从荆棘谷被放逐 暗毛食人妖们 一直试图在部落的不同种族之间 开始新的生活 在大酋长索尔高贵的领导之下 沃金和他那些凶猛的食人妖们 终于找到了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荣耀和母猫 但是现今 在卡尔洛斯地狱猴刚愎自用的统治之下 食人妖们担心整个部落会从内部瓦解 沃金知道 不管是部落内部或外部 即将面临的威胁 都需要像你这样机敏的食人妖 才能奋战并保护部落的荣耀 你好 开会儿见 是啊 老兄 让我们敲烂一些提鸡头颅吧 我有东西想让你看 你亲自看看会比较容易了解 这不令人意外 卡尔洛斯 他给了你这个称号 是因为你是葛罗的儿子 也因为人们现在想要的是个战争英雄 我想你比自己想得更像你的父亲 虽然你体内没有流着恶魔之血 我们现在就将你开堂 跑度算你运气好死老头 你居然愚蠢到以为可以这样跟你的大酋长说话 你不是我的大酋长 你并没有赢得我的尊敬 我不会看着部落因为你对战争的饥渴而遭到毁灭 要不然你以为你能怎么样 你的威胁十分空洞 和你的同类一起夹着尾巴流回贫民区吧 我无法再忍受你的臭味 在我的大殿飘荡 我很清楚我会怎么样 地狱吼之子 我会静静的等待 还冷眼旁观 看到你的族人慢慢的发现你的愚蠢 当他们唾弃你的时候 就是我嘲笑你的时候 当你所拥有的权力毫无意义 当你完全失败的那天到来 我会迅速而安静地终结你的统治 你每天会过得提心吊胆 连自己的影子也惧怕 因为当那天来临 你的血将一滴滴的流干 你会知道 是谁射出了那穿过你黑心的那一箭 你是自寻死路 是妖 我今锦上大酋长 暗毛不足或在这 是因为我带领他们来到这 奥格玛只要一天在地狱后手里 这里就不会是我们的家 虽然如此 我担心我的脾气让我过于鲁莽了 索尔奉献了一切 打造了现在的部落 我并不想因为一时冲动就永远离开 我需要更加深思熟虑 但这些是老人该担心的 你还有很多该学的 去帮助暗毛的人民吧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你的训练也结束了 很高兴你也完成了 我知道这是苦差事 但是我不在乎 这些小训猛龙都是可爱的小恶魔 别害羞 没问题 别让我太难看了 你好啊朋友 后会有棋 死吧 蛇羽 愿灵魂与你同在 海巫 你真的很蠢才会来这 你本来已经逃离我们的复仇 但这次暗毛不足 不会再忍受你的入侵 你太弱了 卧鲸 跟你父亲一样弱 今天我会把学久之前就开始的工作完成 把暗毛不足的存在整个抹去 除了 你对吗 这时间大清洋 你让我购乱你 怎么办 谢谢 来吧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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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力量消磨了 你是个笨蛋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这一次让我来弄这个火 结束了 我们的宿敌被击败了 我等待了很久 才找到机会替我父亲报仇 我肩膀上的重担终于减轻了 我必须回到安保要塞 等凡尼拉治疗完那个孩子 请在那里跟我碰面 最近还好吗朋友 别害羞 这是个黑暗的石牌屋已经火了 我们夺回了家园 但我们的未来仍然是个未知数 我不喜欢卡尔洛斯 这我很确定 但我不会这么轻易地就离开部落 只有一个人可以为我解答 你想要的话可以留下来看看 我今很高兴见到你兄弟 索尔很高兴你一切安好 传言说你已遭遇不测 没错 是有人想要我的命 但那不是我现在最担心的事 这个世界正呼唤着我的帮忙 我需要你的意见老朋友 我无法忍受卡尔洛斯为了战斗 而让我的人民自相残杀 我对你的尊敬 无法延伸到这个新的部落上 我想我会带领我的族人离开 握紧我选择卡尔洛斯是因为他有力量 带领我们的人民度过这个非常时期 在我有限的智慧下 曾有几次连我都无法让部落团结一致 憤怒之门和幽暗城之战 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部落渴望古代的那种英雄 一个血统纯正 不向任何人类低头 和不允许任何背叹的受人 一个能为我们的人民带来荣耀的战士 卡尔洛斯可以成为这个英雄 这不是个轻率的决定 握紧 我知道我们的同盟将会受难 我也知道部落将会永远地改变 但我对这个决定有信心 部落就是需要卡尔洛斯这种人 我信任你和其他的领导者们 不会因此让部落分裂 我对你的力量有信心 我懂了兄弟 我会好好想想 不再为此打扰你 这个世界等着你这大忙员来拯救 相见愉快老朋友 你要坚强和骄傲年轻人 暗毛部族很荣幸跟你并肩作战 这会是个黑暗的时期 但我们族人会为了大家的福祉 留在部落 索尔是对的 一向都是 部落不只是由少数又老又臭的手里 和一些北列进的英雄们所组成的 至少现在就让他们继续高唱卡尔洛斯的名字吧 但我希望有一天索尔会回来 目前看来我们的未来非常严酷和血腥 去吧 让暗毛感到骄傲 我们眼前有许多场战争 而你将在他们之中占有一席之敌 丝�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